来到尊义必须要尝的一道美食 就是尊义羊肉粉 那今天俊古呢就带大家一起来去品尝一下 在这边发现有一家 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你要什么碗 你好 我们要一碗宽粉一碗圆的米粉 在这里吃 一碗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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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 老板 这你们一天可以卖多少斤这个羊肉 多少 八百斤吧 多少 一百斤 一百斤 那还是蛮多的 稍微搅拌一下 让上面的调料更加均匀一点 非常非常雪白的宽粉 我点的这碗是宽粉 这次吃到的宽粉呢 比起以前我知道的广东的合粉呢 要稍微硬一点点 看一下他们的羊肉 熟而不烂 尝一下他们特制的泡汉 味道十分的清爽 虽然表面都是红油 但是不是很腻哦 柔淡而不腻 这个羊肉米粉呢 在尊义是最多的街头小吃 也是尊义人最喜欢的小吃 基本上在街头相会都可以看得到 尊义羊肉米粉呢 我在柳州的时候就已经吃过了 但是呢 这一次是来到尊义吃 这是最正宗的 刚刚问过老板哦 他们一天呢 竟然可以卖一百斤的羊肉 分量可以说是非常多了 因为他每一碗呢 加个羊肉呢 只是一点点而已 在这里啊 他们还有仙多的大蒜 我来尝一个 应该是非常重口味 对 以前只是这样子吃过一次 好香哦 等等 吃点东西 受不了 受不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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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吃大蒜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一般人受不了 他们这里啊还有 你看这种干辣椒可以加的 如果说觉得这个口味不够重的话 其实在贵州啊 每个地方呢 都有羊肉粉 但是呢 以尊义的最为吃面 尊义羊肉粉呢 它也是有三百多年密室的 满满的一碗 下面一碗了 这个呢就是尊义的著名街头小吃 尊义羊肉粉 博士俊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